大家好,我是吴仔 今天又到世界大大和 世界大大和,真的有讲世界的东西 我们不只是讲中国东西 很烦,整天都要这样开头 没办法,那些小粉红 你不看我这个节目,只是看中国 我们其实真是中西合璧 什么全世界发生的事 有外星人都告诉你 今天又到OK仔 搜罗这个世界猛料和大家捕捕捉 没错,我们今天就开始讲一下世界新闻 有一宗新闻,应该是否关乎大家 不知道大家会不会用 之前说到不用Facebook,转带Apps 用什么? 我们之前说到很大件事的DONLOD TRUMP DONLOD TRUMP 说他打算搞这个新的社交平台 就是Trust Social 真的说,别人阻止了DONLOD TRUMP 我自己弄一句 他打算说11月就会弄一个试用版 给大家用一下 不知道到时候大家会不会拿去用呢 你也知道,DONLOD TRUMP 自己常说可能有时候他出现不到在其他社交媒体的时候 你也知道,搞得满城风雨 不知道我尽管看看他用了出来 大家会不会有什么意见,好不容易用 要不用Facebook 到时候再看看 他究竟有什么事情在上面说 我们又看看另一宗新闻 之前说日前,美国有些枪击案 没想到,还有继续有 没完没了 这个话说,在美国阿拉巴马州上周发生另一宗枪击案 这个枪击案,话说13岁有个小孩在家用iPad的时候 无端端有子弹,经过窗外,飞进去射中他的头部 哇,被人追击 现在是,这个小孩当场死亡 神经病的 神经病的,亂来的 警方的时候调查,拘捕了三个人 指这个案件有预谋 又相信兇徒原先的目标不是这个小孩 而是这个小孩的其中的家人 其中一个比较大的成员 真是惨 真是乱来 杀了个小孩 其实也不是一下子 而且是发生的时候,那个小孩在玩iPad 屋外突然传出连串的枪声 几飞子弹在枪内掃进去 这个小孩不幸,就中弹身亡 有些目击者看到,事发的时候 这个枪手在汽车里面向这个单位开枪 所以换句话说,应该这件事是有预谋的 枪击案,除了那些随机杀人之外 还有枪击案 在美国很多这些,无端端或者复仇 不是复仇者联盟 就是拿着枪去你家附近乱枪掃射 所以都挺危险的 应该要继续管制下播 恐怖 管什么制呢 他一定有枪给他们的 是的 不能管的 我觉得美国那些,可能要搞法律 要搞得严谨一点 国内,我们常常说杀人放火,垂楼的那些 美国也是坏的 搞了这些枪击案 我自己觉得都是不好事 希望可以快点搞定 另一宗,又是美国的新闻 有个飞机坠毁 幸好没有事 你知飞机失事搞得很严重 每次都不是几十人死 百多人受伤 这次就幸好没有事 话说有一架小型飞机 日前在美国德州休斯敦 这个机场起飞 之后突然之间 可能不知道那部机器是否机警故障 一起飞不久就聚落了在机场以北的野田 幸好在那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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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不是你的高速公路 就很严重了 但是你一炒了地 就失事大火 幸好在全飞机陷入火海之前 飞机上有21位机员和乘客 都能够及时逃生 全部都生还 幸好有两个人受到轻伤 不厉害 飞机一居坠落去也不能死 对啊 对啊 话说当日早上十点半的时候 有一架小型飞机 在休斯敦以西行政机场出发 原定是想去坡士顿 那机器起飞机的时候 出现异常 爬升不到 可能真的起到头 一起飞没有久就可能靠至电灯柱 整个飞机再回来 嚴重受損毀和著火 撞到這些電線桿之後 區內的千八戶居民受到電力影響 其實也沒有什麼 有目擊者就看到 飛機上的這些人趕快跑掉落地後 竟然很幸運沒事 這群人都在殘骸裡逃生 然後大批消防員來撲火 他說火勢很厲害 燒到含含的聲音 全部人在飛機上陷入火之前 全部竟然跑出來 我們看到畫面的時候 飛機散開了 這是很慶幸的 這些事件一宗都嫌多 記得九一一事件 搞到一千人很嚴重的時候 不要說這些一宗都嫌多 又是那一句 我們看看另一宗意外 話說這次又沒那麼幸運 在開羅市郊 有一個大型貨櫃車掃爛了客貨車 這次不是沒有人死亡 竟然有19人死亡 開羅嗎? 對呀 埃及 你想想一下 飛機被炒在地上 沒事 就沒事 貨車被炒至19人死亡 多嚴重 這些交通意外 據美聯社引述當地傳媒消息人士報導 話說事發當時有一輛客貨車 去到開羅郊區的一條高速公路上 跟一輛貨櫃車 這輛貨帶拖頭來的 這樣就相撞 造成19人的死亡 一人受傷 說到貨櫃車也是初五月線 應該可能是爬頭 如客貨車相撞 客貨車有19人 這麼嚴重 為什麼這麼多人 這是什麼客貨車 只有一輛客貨車 說到現場救護人員到達的時候 已經大量屍體躺在路邊 非常之恐怖 如果大家有機會 平時也是 香港人多車多過馬路 麻煩要小心 不要只顧著低頭玩手機 即是很容易發生這些交通意外 有時候大家乘搭長途巴士 很流行在這裡睡覺聽歌 不小心欺負了 有什麼事情上來 反應不切呢 那就麻煩了 反應得切都未必避到 時內運到 時內運到 我們又看一宗新聞 印度 即是說到想著去割腎石 變到割腎 然後就死了 為什麼 被人偷了 這是醫療事故 足足搞了十年才可以賠 很麻煩 醫療事故 香港之前也有 這樣才行 那件事呢 藍營那邊 那些全部說到 是不是醫療室 要調查 印度這一宗 都不知道是不是 話說 當地有一名男子 在11年的時候 因為排尿問題 就去求醫 醫生告訴他 生了顆十四毫米的腎結蛇 很小顆 那就要做手術 拔掉他 誰不知 醫生在做手術的時候 不小心切了他左臣 嘩 怎麼這麼不小心 哪有得不小心 哪有得不小心 先說給病人和家屬知道 即過了 不好意思 下次再來 令到他們大吃一驚 真的 病人很不幸 在這個手術後 四個月 死於腎臟病發症 相關部門調查 認為這是醫療疏忽 但是醫院和保險公司 互相卸博 足足卸卸了十年 到日前 先由醫院向家屬賠了 你不知多少錢 十一萬 這麼少 真的 如果香港這些 告到你 裙甩甩甩甩甩 是啊 在香港嗎 如果在香港 一些 有些說 我們當時覺得你的腎 都不是那麼帥仔 切了 這樣嗎 但是 這個說法 我覺得 會不會家屬接受呢 即使不過處處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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處 之前研究到 將豬神移植到人體 豬啊 豬神啊 說到沒有排斥的反應 全球首例 如果早點研究到印度病人 就可能不用搞到這樣 話說 經常都說 將其他動物 器官移植到人體 希望想解決 你知道有時候 器官移植的情況不夠器官用 但始終排斥也是一個問題 近日美國有醫學權體 成功將豬神移植到人體 沒有排斥的反應 說到是全球首例 希望舒緩這個器官移植 短缺這個問題 就是這樣說的 那豬神 會不會搞到 不能吃豬雜的那些人 又拿了 喂 不要拿來吃啦 有得用的而已 是啊 你知道的 吃了又不會生了 不要說在香港 很多人吃豬雜 牛雜的東西 可能稍後有些器官 全部說 內臟的東西盡量少吃 留回去做手術用 厲害的 說到這個豬神移植後做尿液量 跟這個人體的腎臟與其一樣 沒有完全排斥的反應 所有的指數都是完全正常的 可能真的有人鋪橋搭路 因為始終在美國有多過十萬人 因為等腎臟移植 等不到 平均要等三五年 平均每一天都有十多二十人死 所以換句話說 這個也是好事 如果真的可以的話 因為我覺得這些東西 真的有時候等不及就死了 就很不值得了 另一宗是奇聞 我不是說奇聞 我不是說歧視 我相信都是首名的 在美國上面 第一名是變性上將 就職宣誓 美國變成男扮女還是女扮男 女扮男 男扮女 變性就去打仗 上將 變性軍人 變性軍人行不行 嘩 竟然 話說美國助理衛生部長來文 在星期二宣誓出任美國公共衛生服務軍團上將 成為美國歷史首上第一個 變相的四星上將 厲害了 四星上將 聯馬二分一 聯馬二分一 真的 聯馬二分一 63歲的來文獲得總統拜登委任辭職 亦是美國歷來公開變性人身份 謹而擔當最高公職的人 美國這件事是很厲害的 說到人權的 很多東西都是 沒有你介意 不讓你說到不行的 博我也好 什麼都好 你說到華人很多的 那些思想上的規限 外國就沒有的 尤其是美國也沒有的 豬都可以放在人家做器官 用得到就可以了 最緊要 你讓人家喜歡做什麼 你犯法就行 你搞自己 不是叫你把男人變成女人 你不是把人家搞嘛 是的 都是的 搞自己你有你的自由 另一宗我們之前都看得多 周圍裡有些炸彈襲擊 恐怖襲擊 或者這些校園槍擊案 是 敘利亞又發生一宗炸彈襲擊 不知道是不是 應該是恐襲來的 話說 敘利亞有一格 栽著的軍人巴士 在昨天 去到首都大馬士格 的一條橋上 遭到這個路邊炸彈襲擊 最少十四個人死亡 有目擊者和救援人員 指出敘利亞軍事 時候炮軍 當地反抗軍在西北地區 勢力範圍內 做了這些恐怖襲擊 造成十一國平民死亡 這樣說 哇 整個車都散了 我看到很可憐 真是 洞了 這些 其實外國或者中東地方 我自己覺得是煎亂頻繁 對 很危險 還要說到這個炸彈襲擊 在當地時間最繁忙的時候 大量市民準備上班上學 軍方的巴士駛到橋上 兩個炸彈一起爆炸 炸到整個車都黑了 真恐怖 原來不是兩個 是三個 後來有一個沒有爆 被軍方找到就拆了它 說到這些襲擊 真的不行 暫時沒有組織承認責任 不知道是不是那些 ISIS 極端 極端 這些犯罪 恐恐多手 真是麻煩 我覺得是時候說一下 國內 大家都知道上海有對夫婦 教師 在周圍 誰不知我們看到在國外 都嚴重了 嚴重到要全國停工 有沒有這麼嚴重 話說在俄羅斯 新冠死亡數字創新高 普京 強人普京 下令全國停工 看來都很嚴重 嚴重 我們看回這個報道 俄羅斯新冠染肺炎 疫情嚴峻 昨天新增至1028宗死亡個案 再創疫情爆發以來新高 總統普京宣佈 由本月30日到下個月7日 全國停工 這方面都是制止病毒擴散 他們的副總理 建議全國酒吧餐廳 咖啡室 和俱樂部 每晚11點到翌日6點 暫停營業 好像人家玩宵禁一樣 我覺得 香港 當然 都未玩到這麼嚴重 人家死亡率高 香港死亡率極低 之前我們也研究過 也懷疑 這個肺炎新冠疫情 有沒有料到的 有沒有料到的 好像 外國就死了很多人 竟然想不到俄羅斯 這麼厲害的 是呀 之前說到 新加坡也很厲害的 我們究竟 他們是否沒有人打疫苗呢 不是呀 俄羅斯打得很厲害 是呀 那我們就看看 究竟是否還沒有打 原來呢 話說 現在他們弄了那些 有因 給你打疫苗的 是 第一件事就是 現在呢 新防疫措施 如果你未接種疫苗人士 講到俄羅斯 就不可以進入這個特定場所 如果你打了疫苗之後 可以休假兩天 是呀 還有安排60歲以上的人士 玩 Route from home 是呀 都死那麼多人 他現在可能看到這些環境 要死那麼多人 加強 加強來搞這些事情 還有呼籲 儘量多些人打 其實原來接種率是偏低的 是嗎 之前又說夾他打的 現在呢 我們看回俄羅斯 說的是有1.46億的人口 打齊兩針 只有4500萬人 還有呢 一億人未打 嗯 至少比香港低 低的香港 香港人做這些事情 很多時候做防疫的事情 很齊心 又說髒話 不好意思 一說這些事情 說到 之前意大利 疫情的政策上 有些人出來示威 又說不整理健康碼 就整理了綠色通行證 誰不知呢 說很多中國人 在意大利 打完科興疫苗 竟然 你的意大利 不承認 啊 有什麼竟然呢 為什麼呢 除了意大利之外 好像有些地方都不承認 是嗎 不是吧 我真的不知道 理論上應該認 可能啦 可能是否做那些臨床測試未夠呢 所以別人不承認呢 話說呢 就在這個 日前 托斯卡納區城市 普拉托 有2.5萬人的中國人 去信 他們的區長 說這個政府 對他們不公平 為什麼 說因為他們 打完科興之後 但是不承認 所以 白吉 對 白吉 所以說因為 接種科興疫苗之後 拿不到綠色通行證 搞得他們無法上班 對 因為意大利總理 曾經對科興疫苗的效力 抱持一個懷疑的態度 那就不要緊 如果是就要溝針 哇 別人叫你不要溝 你又說溝 現在聽你OK仔說 還是聽世衛說 問題是你不承認 那怎麼辦 我們不要說那麼多 吃花生 乖我們鬼事 真的不知道 沒有意見 沒有意見 有些人上班 會不會這樣呢 為了上班 我怎麼知道 我覺得真是陰工 如果搞到這樣 真的陰什麼工 你看到俄羅斯 人們打不齊針 搞到死亡率這麼高 同時間 你看到意大利 打針 希望有人承認 總之每個國家 每個地區都在搞很多不同的防疫措施 如你所說 大家自己留意一下 另一件事 我們就炒一下花生 如你所說炒一下花生 好過了 成人網站 這個怎麼讀 POMHOP 是嗎 我不會 成人網站 這個很出名 對 很出名 有五十名強被拍片的女子 達成亭外和解 這些不是 為何是強迫的 竟然 這個成人網站 很出名 這個網站 POMHOP的母公司 Mike Greed 就與大約五十名 自稱是強迫賣人受害者的女子 達成亭外和解協議的警員 說他們這些是色情內容供應商 強迫他們在CAM前做這些性行為 又說這間公司說謊 沒有告訴他們 很老實的 告訴他們他們拍下來是做什麼 以及會拿來開心分享 所以 就告他們這些公司 麻煩你 給我錢 其實都是 要錢的 要停外和解的 錢的 對 因為這些事情 如果你騙騙騙又不行的 明買明買就可以 我自己覺得 對 一個元帶一個元拿 沒有理由 你知道這些 大家開中名義說到 我拍完 我會放上網的 對不對 免費 免費 一回事 你要我放上網就沒問題 你拿我來放上網 那大家可以 賺錢 對 談得到就沒問題 我自己覺得 最怕他們就是談不成的事情 因為有些紛爭 起上來 就講到麻煩了 勞資鬥分 勞資鬥分 另一單就是談不成的 菲律賓跟我們中國外交部抗議 說他們挑釁 怎麼挑法 不知道 我們儘管看看這些談不成的事情 菲律賓外交部指控中國船隻在南海 向菲律賓的船隻作出挑釁行為 所以昨天向中方提出外交抗議 有菲律賓外交部指控中方船隻用警報器 小喇叭和無線通訊器 對 用喇叭 向菲律賓領海和周邊巡邏的菲律賓的船隻作出挑釁 而且同類型事件發生過200次 說得很誇張 200次怎樣 喇叭在播什麼 不知道播什麼 可能播歌 播抖音 那些人很難聽 菲律賓外交部社交媒體發文指出 這些挑釁行為對南海和平 良好秩序和安全構成威脅 又為中國基於國際法應手的義務 當然中國一向從人都說 南海主權和水域都有爭議 我們也知道 這些一直都在菲律賓海 有很多船 無論是軍艦也好 現在中國有被稱派出民兵 什麼叫民兵呢 那些漁船 自己的漁船 但裡面有任務在身上 這是美方或其他西方國家的指控 現在想不到菲律賓都說到這些 人家用喇叭說話 那又叫挑釁 是不是 我又覺得不是 其實本身菲律賓 都不是第一單 已經說到之前菲律賓 一直都發過這些聲明 中國政府說那些漁船 避開這個惡劣環境 其實他們不是所謂的海上民兵船 一直都在大家吵架 原先說中國經常去菲律賓海域 近附近那些巨爭議性的邊界 兩邊都在那裡日吵夜吵 現在說到又來多次了 菲律賓 究竟想怎樣 你現在趁不夠亂 這個海 加多東西下去 你看得到這些軍事衝突 你說我 南海、日本、韓國、台灣 現在到菲律賓 整條沿線都想禁中國 不讓中國走出去 我覺得這一點挑釁性的味道 不過我只得比港幣 難道真的打嗎 現在打嘴炮算了 不要真的打 我覺得真的打仗 心靈塗炭 當然了 令人不值得 沒理由要我們埋單 因為上面那些政治的東西 對呀 希望這個世界還是繼續和平的 始終周圍天災人禍特別多 日本又爆完火山 然後又說引尼水災 死亡也越來越多人 說到尼泊爾水災過百人死亡 很誇張 這些地方 我們都希望可以繼續世界和平 希望明天我們的國際新聞 非常之開心 不要這麼多天災人禍 難一點 是嗎 今天謝謝OK仔 我們下一集跟大家說一些娛樂的新聞 好 搜羅這些東西都是很多心機的 大家真的要給我一個Like 好嗎 今天時間來到這裡 下一節再見 拜拜